北美到下个月18号有十几部新片上映 我逐个的看了一下预告 按期待度打了个分 给大家做个参考 一星起五星满代表我的期待度 X 惊悚片 上世纪70年代末 一群年轻人去郊外想要拍那种片子 但是却遇上了有来无回的局面 看了预告片 有点像是那种普普通通的R级片 没有让人太印象深刻的镜头 有几个画面还让我想到了 M.NET沙马兰的探访惊魂 所以我的期待度是 两星 财富行动 战争之街 盖里奇导演 杰森斯坦森主演 预告片里杰森斯坦森 一如既往的冷酷 一如既往的能打 而且不吃亏 一如既往的嘴炮 所以我的期待度比较低 两星 预告片的观感让我想到了 前面上映的一个叫红色通缉令 安妮日记 改编自一本书 安妮日记 作者是安妮弗兰克 德国籍犹太人 躲避纳粹的时候 他藏在一个密室里面两年多 最后还是死在了集中营 这本日记被他的父亲出版了 感动了很多人 之前被搬上过荧幕 这一次入围 嘎那电影节的动画版 我觉得还是挺有新意的 看了预告片 我的期待度 四星 自讨苦吃 主演是新版闪电侠弥勒 片子讲的是一个女人组成的团体 在对抗不公 以暴制暴 但是从预告片里来看 这种以暴制暴的画面 完全达不到你想象的 昆廷的水平 而且有点玄乎倒怪 所以我给一行 迪士尼加推出的新版儿女一箩筐 讲的是一个家庭有12个孩子 这次新版里做了新的设定 一个白人父亲和一个黑人母亲 重新结合 带着之前家庭的孩子们聚在一起 预告片还挺轻松幽默的 合家欢喜剧 看完预告片给个三星吧 一日复死 布鲁斯威利斯 弗兰克格里罗 凯文迪隆主演的一个动作片 本来近些年 看到布鲁斯威利斯加上动作片 这个标题 我就不太想看 不过看完预告片 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 故事可能有点俗套 就是好人组团对抗坏蛋的那种故事 期待度的话 我给三星 势不低头 讲的是一个裁缝铺子里发生的 龙门客栈一样的故事 各方势力汇聚于此 讨论一个黑帮藏匿在此的致命物品 大概怎么个故事 老戏骨 马克里朗斯主演 就是头号玩家里的那位演员 我是特别吃密室标系这套的 所以这个片子 我的期待度是四星 做个正常人 科幻电影 200年以后 人类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 得以永生 但随之而来的是 人性又一次得到了考验 预告片最后 主角歇斯蒂里的喊出 我是凡人 我还活着 怎么说呢 就是科幻外衣下的思想表达吧 置井什么的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所以我的期待度 一星 爱丽丝 圣诞丹丝电影节的入围作品 一个黑人奴隶 逃开了农场主的控制 却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居然是1973年 原来他一直被一个阴谋控制 这个片让我想起了2004年的影片神秘村 但主题上呢又有点像逃出绝命阵 题材还是不错的 单从预告片上 我期待度三星 3月18号 北美还会上映一部坚不可摧的男孩 一个励志故事 患有脆骨病的男孩 以乐观的态度对抗命运 感觉有点像奇迹男孩 期待度就三星吧 不是我要求高啊 不给五星 主要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另外还有一部作品 北美上映也会被引进内地 新版蝙蝠侠 坦白讲 预告片看完 那是大师级别的 说起来呢 这个给五星吧